大家好,我是老韩 今天咱们来给大家聊一聊 利用网上的一些视频素材进行二次创作 其实很多培训机构一直去讲这个概念 就是这个二次创作 就是像这种C稿混检 或者是这个什么盘点混检等等 各种各样的这种内容 那像这部分内容 具体的咱们不去细讲了 以前的视频当中给大家说过 培训机构讲的这些内容 以及这些套路性的玩法 它们真正是什么样的 那么到今天为止 如果说我们想靠着网上这些视频 去做二次创作去赚钱的话 这个事到底可不可行 其实目前为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当然这里边有个标准 就是说这个二次创作 你到底是怎么个创作方法 有的人就是直接把视频下载下来 根据这个视频的剧情 然后写个脚本 然后去给文案进行配音 接着根据文案加上剧情 整条视频进行剪辑 这个内容就完成了 这个过程其实创作痕迹是比较少的 那么也就是说 大家二次创作的背后 到底要创作什么呢 平台给出个标准 平台说了 就是说你的视频 想要被判定是你自己的视频 你可以去用到别人的视频画面 这个没问题 但是你不能纯讲人家的剧情 你要讲一个自己的故事 这个故事可以是讲解部分的剧情 但是一定要加入你自己的内容 比如说有两个层面的概念 一个层面就是加上你自己的评论 以及你自己个人的观点 观点性的输出 在视频当中占到一半以上的篇幅 那么这个它就算作是你自己的视频 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你可以用到原来的剧情 但是在这个剧情的讲解上 要加上你的个人风格 比如说你的语言风格 有的人这个讲解非常的幽默诙谐 有的人就非常的专业 有这种古典的氛围等等 各种各样的这种风格都可以 但是一定要体现出差异化风格 就是你自己的这种风格一定要体现出来 这两个方向是目前平台认可的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 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讲 做起来很简单 就是你随便讲讲剧情 然后加个评论就可以了 很多人比较喜欢评论 发表自己的观点 大家都是这样的 但是这种内容 往往对于用户来说是不太友好的 一些纯剧情类的视频素材的话 比如说电影电视剧这些领域 或者是一些什么解说类的这些领域 像这些领域的话 这种视频素材拿过来 如果大家大篇幅的去发表自己观点的话 用户是不喜欢看的 用户看的只是剧情本身 就是它原来吸引人的地方 这个也是一些视频能够获取流量的基础 所以像这些内容 这个要求做起来其实简单 但是做了之后想赚钱就很难 那么第二个方向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做出自己风格化的东西 那么就说你可以去讲剧情 但是一定要有自己风格的体现 这样的话平台也会认可你 如果这么做的话 还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声音的问题 大家如果经常去刷竖屏的小视频的话 你就会看到很多这种类型的内容 那这种内容其实本身来讲 大多数人都是机器配音 因为很多人对自己的声音不自信 觉得自己的声音不好听 这个之前咱们最早的时候就给大家说过 我本身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 做的第一条视频 也是对自己的声音特别的不自信 而且很多人都反馈这个声音不好听 但是做的时间长了之后 本身我自己的声音没有任何的变化 甚至有时候声音还不如以前好听 但是到今天为止 基本上没有出现过因为声音不好听 而导致的一些评论 这个其实还有很多人说我的声音很好听 这个就是前后对比的差别 刚开始大家去做的时候 很多都是因为不熟练导致的没有自信 当你有自信 真正能熟练的去做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这个事其实并没有说你想的那么复杂 而且大家的声音如果说真的不好听的话 也是一个个人特色 就是你的声音不像拨音源那么正规 那么的有磁性 那么的饱满 什么声色声调都非常好 如果你的声音有非常大的瑕疵的话 往往更能够体现出个人特色 所以这方面希望大家能够有点自信 往后做上一段时间 时间长了之后 你就能感觉得出来了 那么我们拿到这些视频之后 想要去把它做成原创的内容 除了说声音之外 包括大家进行配音 或者只是利用机器进行配音也可以 那么同时 还需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你得让平台判定是原创的一个基础 那就是说你的视频时长一定要拉长 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 就是这个视频一定要做到两个层面的要求 这是平台的要求 一个是要么剧情类的 纯剧情类的解说 超出一半的内容都是你自己的观点 这一点如果做不到的话 那就第二点 就是在你的视频内容当中体现出个人风格 这个最明显的就是语言风格的体现 幽默一点的语言比如说加入一些梗什么的 像这些内容实际上这些做法是比较简单 比较容易的 那么做到这些之后 体现差异化最好的情况下 就是大家把配音自己去做 如果自己做不到的话 就尽量把视频的时长拉到10分钟以上 这样相对来说 平台会更加认可一点 但是咱们所说的这些内容 都是针对横屏的视频来说的 竖屏视频的话 你拉到10分钟 那基本上播放量不会超过200 基本上就启动不了 不管大家投多少钱 它都是很难启动的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针对横屏去讲 以前给大家说过 原因很简单 因为账号单价问题 就是你想赚钱 你每天获得10万播放量 如果单价是60块钱 那么一天的话就是600块钱的收入 那么如果说你做纯数屏视频的话 一天你获得100万的播放量 你的单价只有一块钱 或者不到一块钱 那可能就是100块钱 甚至都不到100块钱的情况 然而这个量级是非常大的 如果说你每天获得100万的播放量 那么你的账号 比平台监管的力度是非常大的 如果说你每天获得10万播放量 这个力度又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获取流量这个事 本身来讲也是有区别的 咱们之所以强调要高单价 要优先去做高单价的内容 其实原因就在这 因为流量过高的话 平台人工审核会非常严格 很多大号被限流 基本上都是这个原因 因为你流量过高的情况下 平台主要看你账号权重 不仅要看你账号的内容质量 还要看你账号整体权 以及历史数据上升的轨迹 就是你的视频内容 它的整体数据 如果说账号在这方面 一直处于上升状态的 这就是一个正常账号 如果说你突然某一天 不上升了 或者是下降了 平台就会认证 你这个账号出的问题 就会给你采取一定的措施 比如说限流 比如说给你一个 什么违规的提示等等的 它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让你去改进内容 所以说流量过高的话 到后期也不一定是好事 当然如果大家 单价正常的话 你比如说60块钱的单价 每天有100万播放量 这个肯定是好事 一天有大几千块钱的收益 甚至这种情况下 你的单价都能超过60块钱 这个肯定是好事 但是真正能达到 这种情况的账号 在平台当中趋指可数 所以说了那么多 其实目的很简单 就是希望大家记住一句话 内容质量所带来的 账号单价 这个是最重要的 当然流量不是说不重要 而是说流量这个问题 其实很容易解决 所以希望大家先把账号的 单价做好 后期的收益 基本上起步阶段 是不用担心的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聊得点 课程就在视频的下方 感谢大家点赞 关注 展发支持 咱们下期